台口的生活也有一番超乎想象的样子 这里的冬天是暖的 蓝天 地海 阳光 沙滩 处处洋溢着温暖的风气 这里的风气也是甜的 芒果 椰子 甜点 清晴 到处都弥漫着幸福的滋味 海口人喜好喝茶 午后三时 齐楼老街的茶馆里开始人生点废 三五好友一壶香油 几盏咖啡 再配上些珍食小吃和新式糕点 人们围坐一处 聊聊家常里头 生活惬意而美好 来到海口的齐楼老街 一定要找一家当地的茶馆 品尝一下这里的老爸茶 说是茶馆 其实这里的美食相当的多 不仅有着各种当地的小吃 还有像咖啡 蛋糕这种西式餐点 一百多年前 旅居东南亚的华侨 把欧洲下午茶的习惯带回了海口 和当地的饮食风俗相互融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爸茶 或许这种混搭的风格正如同海口这座城市 既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 也有着波及风浪的勇气与韧脚 北枕海岸 南近郊址 东连七州 七通河浦 海口自古就是海路交通要道 宋元时期 这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码头 素有穷州门户的门口 明朝时 为了抵御倭寇 朝廷在海口修建所成 会馆 商部 沿海街道相继兴建 1924年 国民政府拆城破路 鼓励南洋华侨回乡兴办实业 短短二十年间 几百座融会中西建筑风格的棋楼拔地而起 成为海口最繁华的商业街区 台口齐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北靠长堤路 西陵龙华路 东街和平路 南道解放西路和文明中路 面积有一百二十一点三公尺 今天的老街依旧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但在这城市繁华之中 却有一座祠堂仪式而独立 他仿佛一位老者 在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 所经历的历史与沧桑 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的武功祠 供奉的是内至宦官 外义帆镇的唐代名相李和玉 力主抗金反对义和的南宋四大名臣李刚 赵鼎 胡全和李光 历史上这些中裔之城都因性格刚之不阿而被奸臣构陷 相继便折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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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